那首先跟大家報告我們今天的確定病例 總共今天的 本土的病例 133例 那境外移入的142例 落地採檢的68例 居家檢疫採檢的74 74例 昨天的 進來的航班也算多 所以昨天檢驗了 7個航班 那實際的人數有1533人 那陽性 人數是68 那整體的陽性率4.44% 這陽性率跟確診的人數 都比前兩天都稍微低一些 那上午的人一樣 上午是205人 那陽性的人數 是1人 那陽性的比例是0.49% 那國內的133名 大概就是以臺北市23 新北市6 桃園15 那基隆市31 這相對這幾個縣市 確診的人比較多 那不過在臺中 高雄 這各有一例 屏東也有一例 那臺中的這一例是 他去那個 去花蓮 他去跟著旅行團到花蓮 然後在醫院裡面 那有幾位 他的同行的人士確診 花蓮在那時候就匡列 所以現在是居隔 中的一個陰轉陽 那高雄市的24685 這位 他也是在前一段時間也是匡列了 現在是陰轉陽 那新竹縣 新竹縣的有4位 那是在醫院裡面 前一段時間大家知道說在醫院 有一位護理人員 工作人員 那再加上9名的 的病患有確診 今天又增加了4例 不過在上一波在查這9個 這前一波的時候 檢驗的時候 這4個那時候是陰性 那然後現在是陰轉陽 那屏東的一例是24575 他也是在隔離中的陰轉陽 所以整體來講 這個案例 雖然稍微是稍微少一點 那不過警局還是不能不能夠放鬆 台北 新北 桃園 基隆 這都要持續的維持高度的警戒 那至於在臺中 高雄 新竹縣 看起來今天沒有新增的 這些新增的其他的縣 或是沒有被匡列中的 都是在 這臺中 高雄 新竹縣 那屏東縣 今天的案例都是陰轉陽 相對的疫情看起來是比較穩定 那至於今天算是133人是比較少 不過大家也要知道 這兩天都是放假的時候 相對的一般的採檢的是稍微比較少一點 不過匡列採檢的這個動作各先是都沒有放緩腳步 所以整體的通報的數算是比較少 但是對於這種需要匡列或是高度警戒的這幾個區域 採檢的量也都算是大